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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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我說我想要找 比如說你接下來的有什麼節日 光復節現在大家不過的 十一月一般好像沒什麼節日對不對 十二月有聖誕節 每年都有聖誕節 那你找了這樣 我如果只有不少七年的 那你是不是要稍微限定一下時間 把這些時間從這邊 我就直接去制定我的範圍 就從這些時間就可以了 所以這裡你就可以看到比較多 你看還有看到這個有沒有 對不對 要包含圖片的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我們要跟各位介紹說 您可以占用一下這邊的 因為有時候你要找比較新的 可能用這個方式會比較好找 因為預測股它是針對比較多文版 才會排在前面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您可以注意一下的 那第二個 我們如果要找圖片的話 不管你是從這邊找 還是從我們上面這邊找圖片 你要找圖片的時候 我相信各位如果在找圖片 你一定會 如果像我們就這樣 反而乾淨的找 你是不是有可能找到什麼 有大張有小張 對不對 有可能是個 像樣的可愛型的 也有可能是個照片型的 所以 你看看我們左手邊 你看看我們左手邊 然後發現 變動尺寸裡面就有看到了 你今天要給他大張的 你就告訴他我要大張的 像一個 小的 甚至你可以直接指定大小 所以我們在左手邊這邊其實 一般很多 沒有注意到 那圖式就是那種 反而桌面上這種小孩孔 小孩孔 所以 這裡也可以找到 那你也可以直接指定 比如說我要大於多少的 大於多少的 只有800 600以上的我才選不出來 跟結果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其實還蠻方便的 因為Google它最厲害的就是搜尋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我們剛才知道 如果我在找圖片的時候 可能有這種 上樣的 卡通式的 也有這種 照片式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你看 這裡 你可以選擇說 我是照片的 還是插畫的 或線條的 那 這裡我們看一下 照片的 就只有照片都會出來 比較多 但不能說百分百 它是至少出來都比較多 那 如果你是插畫的 就是這一種 有沒有 它就會自動幫你過濾一下 那線條的 就是比較 屬於那種 草稿子怎麼樣 有點像肚苗那種感覺的 這樣子 會比較 但不見的是完全都對 只是說 相對來講 你可能比較容易 那如果你是找照片的 因為你要找人的話 可以找那種 有臉部特殊的 它有點不特寫 這樣去找會相對比較容易 因為它大部分找的都會比較大的 不過這個 以這個單件事來講 這邊找的會比較OK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這邊 可以解決一看 另外一檔 可以解決一看 另外一檔 解決到任何大小 那你看這邊 如果你要找的 是有某一些偏 某些顏色的 一樣可以從這邊去選擇 可以做那種篩選條件 所以其實 篩選之前是會提供比較多的 那因為它本身 這個logo感覺綠色的 所以其實 找的就比較沒有 你把那種拆掉 哈哈 那些都不錯 那因為 我們沒有政治團 所以藍綠都要選 哈哈哈 對不對 最近還有橘色的 給看一下 這樣可以啦 有原點的 是不是都比較舉的 這樣OK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聽一個 你用這個時候 google去搜尋的時候 可能大家比較少去注意到 搜索店的功能 所以我們跟大家 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搜索店